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工作中的经历 然后呢,我再发表一下我的看法 是这样,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是开那个就是翻斗车 一个大卡车,然后运坨运石块 然后再一翻,落在那 这个活呢,我一去 有一个老头,长得像中国人似的 问我,你会说中国话吗?我说我是中国人 他说,我也是中国人 一个小老头,岁数比我可能能大个七八岁 后来他跟我说,他是来自文莱 他家呢,他哥哥姐姐也都来到加拿大 我想说这个故事呢,一个是他 再一个呢,就是我跟那个Foman 就是我当时干活的那个工头 也发生一些争执吧 我先讲这个老头,他姓陈,陈哥 这个陈哥呢,他在那呢,开是一种 就是,就中国叫亚稻基了 但是这个亚稻基是有齿的 那个地呢,完之后压过去 不是压马路,是把这个地压实 我跟他一起说中国话,当然觉得挺好啊 但是他呢,真的就是很受欺负 他应该混的比我时间在加拿大混的长 但是他的英语,那时候能听懂吧,还行吧 但是呢,那工头呢,就欺负他,他也欺负我 咱们的工地吧,就是无数的那个小 薄的就是一个小杆,那杆上写的标识 就是这地方深,那地方浅 就是我们操作的时候的一个标识 我们开车呢,有时候就创导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个随时 就是你这片用挖球机抢了一片之后 再抢再抢,那不断的换嘛 那个富门呢,是一个年轻的二十多岁 应该是新提上来的 说心里话,不能说他歧视 但是呢,他确实是在欺负咱们 就说哎,你们把这个玩意创造了 你就给我买酒 其实我也没当回事,我是刚来嘛 我以为就买了啤酒 当时我工资是二十多块钱 二十四块钱,一瓶啤酒就是两块钱呗 但是后来呢,是二三十块钱 我创导一个,就是要给他买一瓶 反正我逛了几家酒庄 就是货币三家嘛,便宜点的 可能是花了二十七八块钱,一瓶 我给他买了,我说这个陈哥也给他买 完之后呢,又让我买 而且好像要我买两瓶 就是我给创导的什么 这个创导的真的是一点没有关系 那个陈哥呢,继续给他买 我就不给他买了 不给买这个富门呢 就处处给我小鞋 说我这干的不好,那不好 有一天说,你干不了这个,你走吧 我呢,我当时也挺很生气 你让我走我就走 咱办公室见 我转身我就去公司办公室了 这呢,我就再插一句 其实吧,咱们中国人 要说玩心眼吧,我觉得老外真的没配 但是我真的认为呢,没有意思 所以说呢,我也不享受这个状态 但是你要真欺负我,我觉得我肯定也会反击 我不会像陈哥那样逆来顺受 当时吧,其实我知道他让我买哪瓶酒 但是呢,我估计就后来 哎,我不知道哪个啊,你要买几瓶啊 你给我发个图像 这小子傻乎乎乎就给我发了 这不就是唠我证据了吗 我转身叫到公司,我就找老板 我说他欺负我,他让我买酒 他是本想给我开了 但是没成想,他都差一点被开了 而且呢,赔了我三十多块钱 因为正常的酒吧,有的贵的时候 确实三十多块钱 有的店卖的稍微便宜点 王安给我写了一个正式的道歉信 那写那两米字吧 我真的怎么形容呢 说心里好,拿脚丫子写的 应该和那差不多吧 可以说他的素质很低 而且呢,他确实内心有歧视 这事呢,过去之后呢 我也没被开 他也没被开 但是说心里话,我既得罪他 我还得罪了提他为公投的 更大的一个公投 所以说我哥那儿呢 后来也干不下去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那我就换地方了 我现在还干的还挺好的 那个陈哥呢,又跟那儿继续干 咱话又到那个陈哥 我们的境遇真的不同 说心里话 我真的对他是既可怜又可恨 是这样 其实后期他曾经管我借过200块钱 都是工友嘛 那我也没啥说的 但是他真的是不想还 后来我媳妇跑他家去了 他说那我没那么多钱 最后也差了50块钱 说心里话 我并不是特别在意 但是这个事啊 做的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可怜 他挣的钱其实也不多 他比我来的早 生活状态真的很不好 而且呢 我们家曾经去那个赌场啊 去吃那自助餐 赌场的自助餐还是挺好的 我真的不赌啊 我去赌场可能也就两三次吧 我碰到他和两次 他可能也没别的爱好 可能就是真的是赌博 挣点钱就赌博 那么大岁数了 好像是也没结婚呢 我不知道是结过婚没结过婚 有孩子没有 但是我是没看到 很可怜的一个人 但是说心里话也很可气 我讲那个故事 就是想引出我想讨论那个话题 就是一个是 你到底怎么看你自己 你到底怎么看你 这个人到底是几等人 我个人认为 我们中国人或者上升到中华民族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当然我要谦虚一点的说 是最优秀民族之一 我可以说我们到哪儿都是应该让人尊重 我们到哪儿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行为 证明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 但是呢 确实是有些人 总想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还没什么自信 总觉得自己是下等人 我觉得真的是挺可笑 我说了你到哪儿 哪有什么分三六九等 一个国内你就上等人 到国内的就是连等人 什么逻辑呢 我真的不太懂啊 或者是你怎么就没有点自信呢 你差哪儿的呢 我们确实是勤劳聪明 这是没得说的 我们到哪儿 我们都会把我们的日子过得蒸蒸日上 其实这东西也就是这样 老外尊重不尊重你 完全是你用你自己的实力 你的人品去赢得 让他必须尊重你啊 你不管到哪儿 你都需要用你自身的 你不管是能干不能干或者是你怎么样 你都要有这个自信 而且呢不断充实自己 让自己有能力生存在世界上各个地方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个的骄傲 不是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